所有的原則你應該是要把雙方各自代表列為我們雙方處理的相關的依據嘛 對不對 第二個 到底是屬地還是說國際管轄原則這個還有的爭辯呢 那我問你啦 為什麼泰國人同樣犯罪 為什麼那個人送回泰國 你告訴我 為什麼那個人送回泰國 所以剛才委員講 台灣送回泰國 台灣就送回中國 那到底是什麼原因 你告訴我 那個因素在我們的結論 要請開那個會議的結論 我看過啦 沒有誤會你的意思 你沒有把同樣的原則列在裡面啦 會議的結論就是要考慮這種因素 主席 包括兩岸 他沒有真的有問題在回答 我現在問你說 為什麼泰國人搞不好搞錯你知道嗎 台灣泰國人搞不清楚 為什麼泰國那個送回泰國 因為不曉得那個委員子是哪一個 泰國的一個情節 第一次第一波被逮捕了37名裡面 23名台籍 有1名泰籍 同樣都是審判結束 另外一個 台灣人跟中國人一起被遣送回中國 為什麼那個泰戀那個 假如按照你的國籍管轄主義 或者是你的屬地主義 為什麼泰國是被送回泰國 你告訴我 為什麼那個人是被送回泰國 泰國人沒有行為發生結果啊 因為關於泰國這部分的事實 我們並不清楚 你不知道啊 所以你們的規則啊 什麼叫管轄原則 這個跟管轄原則有什麼關係 同樣的管轄原則 泰國人送回泰國 台灣人被送到中國 主委啊 這個是什麼原理你解釋給我聽 這個跟管轄原則有什麼關係 假如管轄原則是一致性 那泰國人也應該同樣送回中國啊 為什麼泰國人被送回那個 泰國 為什麼 我們政府的立場一向是就是要分開處理的 要各自帶回去 我現在在問你嘛 你回答 你們今天在辯護什麼管轄權 泰國的那一件事 我並不了解了 泰國的我不了解 你怎麼會不了解 我現在在問你問題 好 我們現在都講管轄權的這個 不管是屬地也好 或者是結果發生地的相關的這個 被害人國籍管轄原則 這個我們都不提啦 對不對 那同樣的標準 那泰國人 行為的發生地在肯里亞 行為的結果發生受害者在中國 那這個泰國人應該是送回中國啊 不是這樣嗎 同樣的原則 那為什麼他被送回泰國 所以 我的意思是說 這個根本就不是所謂的管轄權原則在處理嘛 這個是一中原則在作稅嘛 不是這樣嗎 我想基本上還是一個管轄權的這個 那怎麼會管轄權 那我問你說泰國為什麼送回泰國 你現在你又回答不出來 為什麼 這個不是由我來回答啊 不是由你來回答 那為什麼要送回去 要去問 主委啊 你騷騷人啊 你明明知道這個結果是嗎 我當然不知道這個結果 你當然知道結果是嗎 不是 我當然不知道為什麼 你不知道那天是什麼 我不知道 你怎麼會不知道 我只知道 我只知道這個為什麼我們台灣人啊 這個在這次的事件裡面 中國沒有遵照這個約定 所以我們再跟他表示嚴重抗議 這個 這個是一個原因啦 這個是因為去年 11月開始 到4月甚至到中國的打擊電信詐騙行動 他們這個 他們的方法 是透過行進 國際行進組織發布紅色通緝令 他們的政策要打擊電信犯罪啦 所以才會有別於過去幾次的一個慣例 那日本警方也告訴我們刑事警察局 所以我剛剛舉這個例子是說 你看同樣都是犯罪 你假如按照管轄權的一個原則 那這個泰國人是應該要送到中國大陸 同樣的原則 所以我們台灣在這邊被 中國因為一中的原則 或者是 所謂的這個肯尼亞政府 跟中國所簽的司法附助協定 所以他就是被送回中國啊 對不對 然後對台灣人 跟其他國籍的人有差別待遇嘛 所以 我要講的重點是說 這個無涉於所謂的管轄權原則 這個純粹是一個政治的主權的一個原則 因為肯尼亞跟中方他們承認一個中國原則 所以確認 我們 台灣 他們確認 台灣是中國一部分 所以把這些人送回去嘛 泰國的送回泰國 對不對 管轄權原則 這一個所謂的 這一個 國籍管轄原則 所以 泰國人就送回泰國 台灣跟中國被當成同一國的人才被送回中國嘛 這個道理是那麼簡單的事情 在東南亞發生所有的案件 他們也都是有一個中國原則的一個政策 可是我們還能夠約到 我現在在講這個個案 所以 主委 我們現在比較擔心的是說 這個以後會不會變成一個通案 對不對 你今天發 從 2010年 中國打破 原來 處理相關的這個電信詐騙案件處理的原則到現在 這個個案 會不會變成以後的通案 我們現在擔心的是這一點 這就是我們要去努力來防止的 怎麼努力 我們要跟對方要去談 你怎麼談 這在共打協議的架構之下 我們要談在跨地 那假如這個人你沒有帶回來 你這個人你 你今天就出去了啊 那假如沒有帶回來那怎麼辦 我想我們要談的是 那你給我一個答案嘛 要預防 我們現在外交部 我們外交部怎麼處理肯亞政府的態度 啊 到現在沒有態度耶 譴責完就結束耶 都沒有態度嗎 啊你沒有 你沒有在外交上 你處理一些相關的這個事項 建立政府應該採取什麼行動嗎 啊 啊台灣人去肯亞那麼危險 我們要叫我們台灣人去肯亞 啊他不用發佈旅遊紅色警戒 還是什麼警戒啊 不用啊 都不用提高旅遊警戒啊 民國一百年的 我們都沒有這樣的制裁措施都沒有 我們都沒有相關的部案 啊就這樣繞繞繞的 你去人家不帶回來 啊你要怎麼樣 啊你就放回來啊 主委啊 那你不要回來啊 你人代不回來你 你主委不是你累積的這些結果不是全部 都功虧一虧嗎 不是 九二共識 九二共識 被掃進 歷史的盆墓裡面嗎 中國一百年的時候 我們就是去爭取 那現在 我問你現在嘛 所以我們要繼續的爭取嗎 那就爭取 我們就只有一句話爭取 啊 我們都沒有相對應的 譬如說外交的相關的這個 這個制裁的措施 啊只要抗議 抗議完就結束 什麼都沒有 什麼都不做 所以我現在在問你說 主委 假如這個人 你代不回來 或者入委會的人 代不回來 那我們要採取什麼行動 你告訴我 就算了 我們再爭取 就爭一隻眼逼一隻眼 然後第二個案件再繼續發生 是這樣嗎 我想每一個案件 都有它的特殊性 那有什麼特殊性 你告訴我啊 它的情節 不會比過去幾個案例來得嚴重啊 那怎麼辦嘛 我告訴你 我問你 你怎麼辦 你不要沉默以對啊 我問你說 假如再有第二個案件 第三個案件發生 那你怎麼辦 你都沒有相關的 這個制裁措施 你就給中國一區以求 是這樣嗎 我有很多 很多的措施 我如果說出來 人家以為我是在開玩笑的 那你講 我不會當作你開玩笑 我不會當作你開玩笑 如果今天我們講 我們跟中國大陸 手上有什麼制裁措施 我可以禁止他的觀光客過來啊 你說什麼 這是禁止觀光客來 這是對我們好嗎 你就只有一個 所以 我可以終止一切的互動啊 這樣是我們需要的嗎 所以 你一定要走到最後一步 大家吃破臉嗎 我沒有要 所以這就是 你一定是要這樣嗎 你都沒有任何錯 你不努力再先 我要去努力 這個所謂的默契 你沒有把它 定成原則的通案 在兩岸協議的時候 一而再再而三而拿出來 我們刑事警察局 在去年的二月講過一次以後 絕口不提 這就是我跟張主席昨天講的 這我要求說 我們陸委會必須採取行動嘛 假如說 這個部分 你為什麼說中國的觀光 沒有啦 你為什麼不說我們台灣的觀光 可以不去中國 我可以 假如要這個制裁的 我的意思是說 你制裁的措施有很多種嘛 你採取反制的行動也有很多種嘛 我覺得我們第一步 你跟中國大陸交往的方式也有很多種嘛 我們第一步就是要跟對方來談 在共打協議之下 在第三地犯罪 怎麼樣來處理這個大原則嘛 我現在問你說 假如說你人沒帶回來 第二件事情又發生 那你怎麼辦 你到現在無言以對 你知道嗎 針對我的問題 你無言以對 我的意思是說 我們的政府在處理這件事情的態度 假如我們的法務部 我們的內政部 我們的外交部 跟我們的陸委會 假如是那麼軟弱不堪 我們國人的權力保障在那裡 今天大家在痛心的是說 我國的人民的旅遊安全 或者是說我們國人的人身自由的一個保障受到衝擊 我們國人在國際上旅遊 其實安全是可以得到保障的 這些的案子 其實是有他特殊的原因 因為他們可能是牽涉到判罪行為 我覺得你應該去外交部啦 你說在國外旅遊是安全 那你去外交部 你假如外交部做不好 那我再找你算賬 我對不對 你今天在陸委會 這幾年剛剛從這個個案你看 剛剛是委員問我的 今天這些事情之所以發生 是有很多因素 包括有可能涉及到犯罪行為 主委 我坦白講 這件事情我處理是 從這個個案看起來 就是我真的是蠻失望的 你假如這個是具體的個案 我們每一個國人的 在外的人身自由安全 我們的國家都可以確保障 然後說外交部早就知道 我們入委都從來都不去聯繫 我們的刑事警察局 在去年二月就接觸過一次 你今天講我才嚇一跳 你知道嗎 這個案子就這樣 這樣 外交部就去去顧人 好 謝謝 我們跟中國這邊都沒有交通 台湾這樣 夠了啦 好 請回 好 那個 好 那個 那個陳怡傑委員要程序派 主委各位同仁喔 我們剛剛跟陸委會要的他所謂早上傳真過來的文件 上面寫說非常的歡迎你們過來 校主委來不好意思我想請您解釋一下 你們說這個是機密啊那你們的處長說 我的解讀跟你們主委的解讀不一樣 而且呢因為這一份文件早上才收到 所以主委念了上半部下半部主委沒看清楚 所以你只看了第一句說歡迎你方來人 可是我剛剛有講過有關探視部分是要另外處理 你覺得這個官方的答案就代表他歡迎你們嗎 他們要去探視當然是有相關的規定要遵照規定 好啦那所以你整片都看過了嗎 主團我當然整片看過 那你要問你們處長你們處長說你只看前面幾行啊 我只念了前面幾行 我並不是只看了前面幾行啊 他是這樣講的 我們說的很清楚 他說你只看到歡迎你方來人 所以我們主委認定 大陸就是歡迎我們主團去探視 那不然是什麼呢 真的嗎那這個這個能唸嗎 還是我請醫事人員幫你們唸出來 他是說以其他的有關探視的部分 這個是有關默示台灣主權的問題耶 陸委會這麼的過於樂觀 他說安排你方探視有困難 可是我們要去談啊 你方來人溝通有些不方便 是我中文不好還是陸委會過於樂觀 還是就像你們處長講的 你們的解讀跟我們的解讀不一樣 我們認為我們一定可以主團去 而且我們一定可以跟他的相關單位來談這樣的事情 所以什麼時候可以主傳嗎 你不是說兩三天 我這樣看來連兩三天都不可能啊 那請委員稍微等一下 那剛剛你答選的時候就不應該這樣回答嗎 過於樂觀什麼叫過於樂觀嘛 我們很有信心 因為歡迎你方來人就叫做人家歡迎主團來 那我也說你歡迎你來我家做啊 不是他講的 他了解我的目的是什麼 我敢說啊 主委 這是有關台灣主權的問題 不要默示台灣的主權 我們完全沒有 也不要把委員會的那個 委員當成白癡在耍 我們絕對沒有這個意思 一個最後的主委在聽陸方在那裡 詮釋 我們的詮釋就是他歡迎我們主團去嘛 主委摸著你的良心好好的拿著這份傳真 拜託好好的摸著你的良心 你是不是默示台灣主權 我當然不是 如果不是的話 那這個 請議事人員念出來 大家來看 這次我解讀跟你們的委會解讀 我們會主團過去 委員只要示意 那可笑啦 所以無恥的不是陸方啦 這個 那一份資料是什麼 那個 是什麼資料啦 是有密等嗎 還是怎麼樣 沒有密等啊 這個是我們跟陸方之間 你看 你們處長在旁邊監督 這是我們跟陸方之間 所有的文件都是如此處理的 連中在委員會看這個文件的資格都沒有 我們一向是如此處理 這個是有列 是國家機密法 我核定是機密 今天早上才剛剛說到 回答我 回答我說不好意思 那個你們安峰山已經 好啦 那這個我先讀一下啦 我先讀一下主委 假如我涉及到機密的部分 請你制止我啦 好不好 關於女方來人了解案情 探視等原則 這個是中國台辦傳過來的資料啦 關於女方來人 我們願意在兩岸 共同打擊犯罪協議框架下 兩岸有關方面進行接觸溝通 因 嫌犯剛被帶回 正在辦理有關程序 手續有關情形上代核實 這需要一些時間 因此 現在女方來人溝通有些不方便 但我方會抓準雙方接觸溝通 做積極準備 有消息會通知你們 不會等太久 但必須強調的是 根據大陸有關規定 安排女方探視有困難 女方探視有困難 就是說你們要去探視 陸委會要去探視有困難 若有嫌犯家屬提出探視要求 我們會根據有關規定辦理 我方真誠希望 能夠安排相關會面 緊密合作 嚴密打擊 跨境犯罪 切實保障兩岸民眾全力 這個是這個回函嗎 對 謝謝 這個我把他的回函跟各位做一個說明 那這個其實比較有問題的 這反正現在你去不方便 他是這樣講 你要去溝通不方便 那你剛剛還講說下午 他開始先講說歡迎我們去溝通 只是說現在要目前時間 現在不方便 那你跟我講下午 那這個短 你剛剛最快下午就要去 我沒有講下午 是你講下午下午 我沒有講下午 沒有沒有 黃照順叫你趕快去 我說我會盡快兩三天 你說最快的話搞不好 樂觀的話下午就可以去 我說我跟同仁講 請他們準備說不定下午就可以 對啊你看這個就知道 現在去有些不方便 怎麼有可能下午 那有消息會通知你啊 除非你被通知啊 不知道你怎麼樂觀 我想我們陸委會跟國台辦 之間互動的這個過去的經驗啊 我們不會隨便講 那我們去不行 家屬家屬可以探視嗎 家屬依照規定可以探視 依照規定怎麼可以呢 他們有一定的情緒 中國大陸的內部的規定 你現在家屬去怎麼會看得到 被羈押了怎麼會看得到 你羈押你看不到啊 審判中的案件你根本家屬看不到啊 是私底下 私底下還機會找人去才看得到啊 律師可以見啊 律師可以見 誰說的啊 啊 家屬看不到啊 對不對 人家今天才給我們這個 我們正在爭取盡快去 我不是在逼你啦 這個大家是很客氣在溝通這件事情 我們真的是希望說 我現在你今天來 只是讓大家了解狀況 那我們國會是作為我們陸委會的後盾 對不對 我們要求說你 嚴正的跟中國大陸 跟中國去交涉嘛 那你現在去 我今天在貴委員會說 我們兩三天正希望能夠出發 如果到時候不能出發 這個陳怡傑講的沒有錯 這個文你從頭看到 這個你怎麼樂觀的起來呢 對不對 你該有的權利你都沒有爭取到嘛 那不然你說我們海紀會的人員可以去探視 也不行啊 我們這個繼續 這是我們要繼續爭取的部分嘛 所以主委 這我們現在 我們他假如真的是有承認 我們作為一個對等的政治實體啦 不要說國家啦 他不 就不應該用這種態度啦 對不對 我說真的啦 我這個當然 我們的標準跟你不一樣啦 我們 我們真的是希望說 主委能夠 陸委會能夠硬起來 這件事情 我想陸委會低估說 國人對這件事情的關切的一個程度 我們完全沒有低估 我們知道這個事情嚴重性 所以我們一直在逼對方 希望能夠盡快組成 好 我們繼續進行尋檔 徐珍瑞委員 來 主席好 請 主席好 麻煩請外交部 來來 外交部 委員好 你好 現在這個 國人到國際旅遊已經非常非常的頻繁了 好 那本席想請教一下 舊有邦交和無邦交的部分 這個國人在國外旅遊 如果 如果被誣告 那被抓到警察局以後被拘留 這時候 我們要請求怎麼樣的協助 用什麼管道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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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在世界各管處的機難救助電話 那個資料都有 都有 地址 電話 聯絡人都有 所以這是附在哪裡呢 如果我們是一個觀光客 那我已經被拘留了 那我要怎麼打這個電話 當然就是你申請護照的時候 我們就把這個資料給你了 那應該是你會帶在身上 比方說你出國旅遊 你碰到困難 那如果不知道的話 你上網一查就也查得到 是 好 那有邦交與無邦交的部分呢 有邦交當然我們其實沒有什麼太大差別 我們都會有同仁接到電話以後 馬上聯繫這個這一方面的承辦人 然後去探視 幫忙協助解決 如果說可以 當場可以處理的 當場處理 如果說他進入司法程序 那我們會比方說協助 尋找那個律師來提供法律上的協助 所以以我們這一次103年11月這個案件到現在4月這個案件 這一年多來我們外交部對於這些人您做了哪一些協助 我們剛剛報告也提到 就是從他們這個被拘押之後 我們透過在當地的僑務委員 還有就是友人 包括國會議員 隨時了解這個審判的這個進度 每一次他有一個日期出來 我們從南非就會派秘書到那邊去聆聽 從南非派秘書 南非到肯亞 所以肯亞是我們沒有幫交過 我們在肯亞是沒有代表處的 所以每一次都會有同仁去 那有時候甚至去了 他臨時又改旗 等於白跑 所以這一年多來 在被拘留 以及在台灣的家屬都這麼的焦慮 我們外交部也認為 都做得非常完備的 齊聚的關心和持續的送溫暖的部分 我們是盡量做啦 那事實上這個當事人 那除了外交部 還有那國內我們行政部門 還有做一些通報嗎 有當事人 其實剛才我們講完 當事人其實他們在那邊也聘有律師 在協助處理 那當然我們每一次接到最新狀況 我們都會通報各相關單位 是 所以您通報了哪一些單位 在這個103年11月 陸陸續續這一年多來 國內有哪一些單位 是跟我們外交部有做整合的 就是相關單位 我們是指的陸委會 然後法務部還有刑事警察局 是 好 那就這個無邦交國的部分 因為有潛力在先 100年菲律賓的部分 所以在這兩岸的部分 有什麼差別嗎 這個辭職的方面 我是我們外交部是不是很了解啦 因為這個是兩個案子 那但是對於我們照顧國人 我們是一樣的 是 好的 謝謝 那我們請陸委會 好嗎 像這個100年我們菲律賓也是送到中國大陸去 現在這個肯亞事件也是送到中國大陸去 请问这两岸有什么差别吗 菲律宾的部分我们谈了将近五个多月 然后人员也送回来台湾 那这一次会不会有其他的不同的差别待遇 或者是陆方有不同的做法 以及我方的做法是怎么样 我想在前面菲律宾那个案子 其实到目前为止发生性质是类似的 都是网路诈骗 然后人由中国大陆带走 我们再去争取 可是在菲律宾的案子之后 一直到肯亚这个案子发生之前 所有的案件发生都是根据我们 在民国一百年七月份 双方等于有一个默契有一个共识 所有的事情发生 我们是事前事中事后 大家共同来处理 共同来侦查 然后破获之后 人员又各自带回自己的地方 所以我们依照的基础 就是在菲律宾之后的一百年的 签订的事前事中事后的部分 没有签订 打击犯罪 共打犯罪 有一个默契 那本席想 因为从早上到现在 其实在讨论这个整个事件上 已经讨论的非常非常多了 那现在针对 我们就不讨论在这个 已经在陆方的这个部分 我们现在讨论就是有关于我们现在还在肯压的这个五个人的部分 我们会不会让这个事件再重讨覆车呢 我们在这个已经有这么多的讨论了 那这个结论之后呢 这个五个人是不是 这个就是我们要去跟中国大陆沟通的这个主要的一个也是问题之一 我们希望在这个沟通之后呢 还是能够回到我们原来有的这个共识跟默契 能够几方人员自己带回来审理 那包括在肯压现在正在等待判决的五个人 是 好那谢谢 那我们请内政部好吗 委员好 部长好 这个根据本席看到很多的相关资料 有关于我们现在这个欧盟各会员国 网络的金融犯罪已经增加了三层了 尤其是国际的这个网络犯罪 现在越来越多 就台湾2015年来说 我们损失的金额高达了33亿 那在台湾啊 这个我们现在 这个我们的这个网络诈骗的部分 因为我们这个165反诈骗的 其实推动不断的推动 所以让这些一些的诈骗集团 转而让它到第三地去了 那请问对国内的部分 我们有很多的这个 这个是高风险的 被诈骗的这些高风险的部分 就像老人家或者是比较偏乡的部分 请问我们内政部在这个部分 因为这个现在诈骗手法日新月异 防不胜防 我们在这个部分有对内的部分 有做其他的什么作为吗 这个部分因为是我们刑事警察局在执办 所以我请我们刑事警察局这边 是不是对于这个测进的作为 有大概有四点到五点的这个作为 是不是请副局长来跟委员做个报告 好谢谢 我想这部分大概我们做一般的宣导 做的也蛮多的 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让每个国人全部收到 所以还是有少部分被骗 那当然在网路的部分我们有成立跨部会的一个 沟通平台 那我们都会检讨 然后定期把这些相关的问题 透过我们的协调能够来 有效的来解决 沟通的平台有没有很务实在做 对包括经管会 包括法务部 包括我们经济部 我们NCC 相关的单位我们都组成一个平台 所以这个也在这个本席之前 在我们在内政委员会的时候 有提过有关于人权 还有社会安全的问题 如何去这个平衡的部分 这个部分真的还蛮重要的 尤其是现在诈骗手法 非常非常的这个 已经这个手法非常的日新月异了 但本席上 如果在我们营救国人 和维护国权的部分 我国的主权的部分 那这一次的这个案件又特别 因为是在第三地 第三地的部分 加上我们两岸的关系的错重复杂 所以有一些犯罪集团就利用了这个 这个互相的矛盾 成为好像我们这个 这个犯罪 这个变成它的保护伞 和这个免死金牌 这个对不起 我想请法务部好不好 这个会造成这个 我们这个犯罪集团 好像有这个保护伞 或者是免死金牌的部分 那请问法务部 如果真的 这个我们现在就 今天这个案子来讨论 如果这个遣返回台 那台湾也没有受害人 在没有犯罪的事实下 我们法务部 有办法来侦办 或是起诉 或者有什么作为吗 那因为他是国人 大家回来 我们是可以处理这个案子 那以委员所讲的 这种情形 那变成我们反过来 以目前所得的资讯 他可能犯罪行为 被害人 相关的证人证物 都在大陆地区 所以我们变成反过来 要透过协议的这个管道 来寻求大陆的协助 我们要提出请求 请那个大陆协助调查取证 所以我们这边是要 人要到大陆去 然后去做调查 那方法的话 可以试那个 就是说具体的情形 看你要的证据是什么 在那个方法 在试具体情形而定 所以其实刚才就本席在这里 然后我们每一个单位 好像各司其职 我们这个陆委会也说 他这个严正的抗议 外交部也说 对于这个主权的部分 也严正的抗议 那我们的法务部说 这个行政部门 已经统一个窗口 就是有一个单位严正抗议 我们就表示有抗议了 可是在这个目前 这样子看起来好像 在我们给的这个书面报告里面 也是三个单位 三个报告 好像也没有做一个 事权的统一 这个还有这个发 这个统一的部分 那如果说在像现在 我们未来这剩下 这个还有五个人 在啃亚的话 是不是能一个 统一全责的窗口 这样子互相的这个 比较有效率 否则从我们4月8号 发生以后 到今天4月13号 它整个急剧的变化 可能我们因为没有 事权的统一以及整合 让我们的变 我们的应变措施 好像各司其职了 是不是这样子 这几天我们各部会 各相关单位都密切的联系 而且是共商对策 对于未来的五个人的话 因为有前波这些的一些 势力在前面的话 我们会更慎重处理 是谢谢 所以在这里 这个国际犯罪的部分 是不是我们有关于 这个刑法的部分 是不是太低了 是不是应该设专法 还是要提高 我们的刑法的部分 当然这样跨境犯罪 就凸显了 就是说不同的法治 不同国家地区 它法律的规定 对同一个犯罪行为 它的处罚是有落差的 那这当然涉及 这个刑事政策面 我觉得这是大家可以讨论的 是因为这一次的案件 这个国人 我相信大家也都非常的关注 尤其是立法院同时间 我们的外交国防 同时在讨论这件事情 我们内政也在 在讨论这件事情 表示这个 现在是全民在关注的 所以在这个部分 我们是不是 未来在发展的时候 我们是不是做一个 这个横向的整合的部分 会不会比较完整 对外的公布的部分 以及处理的事权 还有我们效率 会比较好一点 其实我们的这个 合作的机关 已经有这个 共识了 共识 而且定期也有一些联系 这个协调机制 比如说关于涉及两岸的 共同打击犯罪的执行机关 已经有这个定期的联系汇报 好 谢谢 辛苦大家了 谢谢 好 这个 接下来红综艺委员 我们那个中午 来 我们中午几位委员 现在都在这里 到黄国昌委员 我们这个讯导晚 我们休息半个小时 好不好 然后 这个半个小时之后 我们再继续审查 这个开会或者是 这个这个讯导 或者是继续审查 这个选招法